我会努力战斗的 以袁绍为盟主的反董卓联盟军 战胜了董卓军 联盟解散后 诸侯各自返回了属地 另一方面 逃往长安的董卓 遭到吕布背叛丢掉了姓名 在天下混乱不堪之时 各地群雄纷纷开始了行动 最先展露头角的 是出身名门袁家的袁绍与袁束 二人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矛盾日趋激化 诸侯也各自选择了支持对象 划分为两大阵营 但是 即使处于相同阵营 人们也有着各自的心思 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 诸侯们即将展开行动 周瑜 你这都是纸上谈兵啊 你这些计策 老夫觉得完全不切时机 请您想想 成仆大人 如果我们只是袖手旁观 袁束他的势力还会不断地扩大 哦 所以 要在被吃掉之前先把他干掉 把他的地盘给抢不了对吧 周瑜 主公 您知道什么叫做有勇无谋吗 而且 他是有能力收服人心 振奋士气的 应该利用这些优势 让天下知道江东有苏慕在此 而现在 就是唯一的时机了 猴生小辈的口气可真不小啊 今天 就到此为止吧 明天 我再请大家来各赎己见 喂 喂 你说的有点过火了吧 我觉得 周瑜刚刚说的也很有道理啊 道理是有的 但是 把这热情盖过了道理 有点才气的年轻人总是这样 所以 必须得勒一勒僵绳了 原来如此 看样子 目前还是需要我们来示范一下 什么叫做战斗 原术那边已经谈好了 孙策 接下来要怎么做 都是你的自由 嗯 谢谢你 周瑜 各位 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 我们要平定江东无地 建立孙家的地盘 全帝 上香 周瑜 城普 黄盖 寒当 希望你们能助我 以臂之力 此战的关键是一定要快 必须火速压制敌阵 不能给敌人反击的时间 时间一久 补给和战力都会陷入不力 必须集中战斗力 一口气 绝出胜负 此外 今天有新人想介绍给大家认识 都进来吧 这两位 这两位是周太和吕蒙 他们都很有本领 愿意加入我军 我乃周又平 我名叫吕子明 今后请各位指点 你是新人啊 可不要比我引人注目 这些倒还好说 不过这两位是 这不是主公的大乔夫人 和周瑜大人的小乔夫人吗 是的 那个 就 就请大家多多关照了 大乔 孙策的妻子 乔玄之女 因貌美 而与妹妹小乔 并称二乔 希望能支持 在孙坚去世后 成为孙家之主的夫君 带着如此单纯想法的大乔 决心踏上战场 各位 一起加油吧 什么 孙策大人 竟打算带他们两位一起去 这一点 我也问过很多次了 你确定这么做吗 孙策 没事 他们都表示要跟随我们 而且你应该也能理解吧 周瑜 默默等待 是多么的辛苦 我们绝不会给大家添麻烦 一定会努力奋战 我们也是身经百战了 没办法呀 还请不要太过勉强 好了各位 我们走吧 一定要让孙家的名号 向彻天下 你今天也特别可爱啊 大乔 孙策大人 真是的 您不要取笑我了 才不是取笑你呢 江东二乔 可是人尽皆知的姐妹花 能娶到你 我真是太幸福了 大乔 莫非你在发抖 是的 说实话 我害怕战斗 别担心 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而且有你在身边 我也会加倍努力 无论对手是谁 我都能所向披靡 孙策大人 我明白了 无论天涯海角 我都会追随孙策大人 大家跟我来 我们要击败刘瑶 平定江东 不愿意 在身边 他对手是谁 是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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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东西应有尽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您的光临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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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